我們會上 楊梅國中的吳采寧 好 我們會上 楊梅國中的吳采寧 他是 107年拳中的第一名 我們就去看看能不能殘疊二輪吧 這場比賽可以說是一個雙名之爭 兩個人比名字裡面在吳采寧 白方選手是 楊梅國中的鍾寧 藍方選手是楊梅國中的吳采寧 這樣比賽正式開始 我們的藍方遇上了 去年的全中英冠軍 氣勢 也不會輸人家的 沒錯 我們柔道比賽 氣勢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環 沒錯 白方選手 鍾寧做出了一個吊秀的攻擊 不過失誤沒有成功的 差別先得了一個半勝 現在持續 我們鍾寧選手 剛剛做出了一個 類似 掃腰的動作 不過失誤沒有成功 手又多拉了一下 導致對方重心不穩 得了半勝 現在鍾寧已經有半勝的領先 比賽時間進行了五十秒鐘 比賽時間進行了五十秒鐘 我們鍾寧選手非常的強勢 他不給 藍方選手任何的一點攻擊機會 對 他不愧是去年全中英柔道的金牌 好厲害喔 看得出他身體力量非常足夠的 對方那麼有辦法輕輕的 把他拉動 我們 藍方現在要做出一個牽制的 強手 不過對我們鍾寧選手 似乎沒有什麼效果 我們兩個在力量上 鍾寧選手 似乎 跟他有點 差距在了 現在雙方選手 都有一個指導在身上 我們鍾寧選手 做出一個聯絡的動作 打外格 再配一個過箭摔 兩邊選手似乎現在都不能做出一個有效的攻擊 我們鍾寧選手剛剛在 藍方選手 踩出去的那一瞬間 做出一個丟體的動作 讓對方的重心被破壞 這時候藍方選手的重心都是在後面 我們 對方的重心被破壞 我們 他現在個人累積了兩個指導 現在比賽時間剩下最後的35秒鐘 訪聊國中的鍾尼有一個半勝的領先 我們的鍾尼修剛剛做了一個有點騙人的動作 不過他剛剛那個動作似乎沒有成功 現在比賽時間剩下最後的20秒鐘 看一下楊梅國中的吳彩妮能否做出有效的攻擊把補分追平呢 我們藍方選手剛剛做了一個大外哥中米選手 重心似乎沒有站穩 差點被得了分數 最後的5秒鐘雙方積極的進攻 時間到了 可以看出鍾尼他的身體力道是非常強勁的 好這樣比賽結束 國中女子組第二季的金牌戰 勝利是防掉國中的鍾尼 他也順利是拿下了全中運女子組的柔道金牌的二連霸 非常厲害 郑菊 那就只是恭喜翻來包裝的鍾尼和全中的二連霸 這次恭喜倒來包裝的鍾尼和全中的二連霸 谢谢观看